筛选,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? 很多人自以为找到了人生目标,以为拥有的东西就是自己想要的。 如何通过筛选信息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? 筛选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工作,人们每天都在接受新信息,吸纳新知识。 这些既是思考的素材,又是思考的结果。 无数信息涌进大脑,有新的也有旧的,你一定会从中选择几个,让它们进入你的深层意识,或写进电脑或挂在墙上,变成一系列的关键词。 汽车、考研、生子、生殖、创业、健身、买房、落户、出国。 你握了下拳头叮嘱自己,要完成这些梦想。 但是,你明白藏在这些关键词后面的是什么吗? 你遵从大脑的指示时,想过为什么要努力奋斗吗? 是赚钱买房、结婚、工程名就、衣锦还乡,还是纯属找点事做、打发无聊的时光呢? 当遇到这个问题时,很多人无法回答,或不想回答。 他们的眼神是迷茫的。 迷茫的另一个解释是,人们得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信息、缺乏筛选组合与简化的能力。 买衣服的时候,你看了一百家店,不知道该买哪一届。 报纸院时,你千挑万选,夜不能寐,始终不能做出选择。 求职时,你左思右想,好像哪一个行业都不错,就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 我曾是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的培训师。 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十几年,为公司的管理者和有晋升潜质的人传授知识。 相比那些目标明确、功利心赤裸裸地写在脸上,号称是成功者的人。 我更喜欢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打交道,因为他们年轻而充满活力。 年轻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本,但年轻人的脸上更多的是迷茫。 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往往缺乏筛选与分析的能力。 当这些学生从这里毕业时,我从他们的眼神中依然能看到迷茫。 他们学到了很多知识,是考试高手,了解人类各个领域的过去,却对自己的未来迷茫到不知所措。 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? 我告诉他们,为什么你们会迷茫? 不是因为你学到的知识不对,是你们梳理知识的方式有误。 近二十年来,全世界的年轻人读了太多鸡汤文,心灵鸡汤正在破坏他们的思考能力。 它提供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潜思考模式,让人们习惯于在信息的海面上享受随波逐流的生活。 心灵鸡汤帮人们对生活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要求,指出了一条又一条道路,却从不告诉人们有更好的方式,也从不起迪人们思考生活的真相。 当人们处在被这些有度信息包围的环境中时,就无法激发出自己的潜能,如同眼睛被蒙上了一样。 美国培训与发展协会对思维培训有一项基本原则,要求被培训者在诸多的方案中做出自己的选择,建立分析路径。 比如,埃克森北美公司的人士主板K,接到上级的命令,要求招聘3000名石油开采工人。 每名工人的年薪不高于48000美元,但当时,北美地区的石油开采工的市场年薪是56000美元,同时还有加上不菲的商业保险。 摆在K面前的是目标、条件与现实的冲突,他别无选择,对上级不能讲条件,只能竭力地完成任务。 那么,K怎样在求职者的要求和招聘方案的目标之间实现平衡,制定出一个最优方案呢? 在评估不同的条件后,K有了两个方案。 方案一,从南米洲招聘部分人员,那里的工人薪资水平较低。 方案二,从非洲招聘并培训工人,他们的薪资需求更低。 问题是,被培训者如何看待这些信息,思考自己的方案。 那些信息是他们的麻烦。 就像正在阅读本书的读者,大家都有自己的麻烦。 大脑的加工中心中,信息堆积如山,筛选这些信息然后做出决定,终归是自己一个人的任务。 走出思考的舒适区。 有一天,肖亮心情不好,牵了一条猎狗去打猎。 肖亮一枪就打伤了一只兔子,让猎狗去追。 猎狗去了,结果兔子跑了,而且是在受伤的情况下成功逃脱。 肖亮的心情更差了,他对着猎狗一通乱骂。 猎狗特别委屈,我已经尽力了,可是兔子太狡猾了,我真没办法。 肖亮又不能顿了猎狗,只好作罢。 兔子逃回去之后,他的伙伴听说他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从一条猎狗的追捕下,安然无恙地逃脱,都觉得不可思议。 你是怎么做到的? 兔子说,猎狗追捕到我顶多被肖亮骂,我跑不掉的话就会被吃掉。 我和猎狗遇到的是不同的问题。 打猎场上的肖亮虽然很倒霉,但至少他获得了一点有益的歧视。 人的首要问题和兔子一样,是生存。 生存是最大的目标,假如饭都吃不上,有谁会花心思品读一本文字优美的哲学书籍呢? 农民和商人的人生目标截然不同。 书籍作为知识赛体,在各自的筛选机制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。 当一个人能吃饱,不再把生存当回事儿,那么他做事也许就会像销量的猎狗一样,可能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,只能捡一些被打死的猎物。 此时的他已经成了社会的宠物狗,而失去了勇士的拼劲。 大部分人有时候会像宠物狗一样思考,陷入这种选择模式。 有时候什么都想要,有时候又什么都看不上。 最终在信息海的风浪中迷失,思考浅尝辙止,做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选择。 一个危机似伏的环境,会让人的思维变得敏锐起来。 筛选信息的本领也会变得格外高超。 他们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,不应该做什么。 他们会不断地进步,以摆脱危机。 对思考来说,安逸是真正的毒品,会让人们变成销量家里那条猎狗。 如果你是那只受伤的兔子,你还会每日沉溺于朋友圈,无病呻吟地感叹吗? 筛选是为了解决一个基本问题,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? 诸位,我想要赚钱,我想要买车,我想要美容,我想要结交很多高层次的朋友。 这些回答可以说是没有经过思考的,最多也只是经过了浅思考,这些不是本书要讲的东西。 人的目标应该是深层次的,你的内心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? 你有没有一个每天都在为之思考的目标? 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时都是一脸茫然,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清楚这个问题竟然需要思考。 他们也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未来在哪里,如何从那些看起来都可以的目标中选出唯一可以的正确答案。 在大数据共享时代,思考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趣了。 筛选是智能化的。 打开浏览器,看到的是软件早已为你量身准备的推送。 你喜欢吃烤鱼,有几十条烤鱼店广告供你浏览。 你关注股票,到处都是关于股票的分析文章和证券公司的优惠信息。 你正在找工作,就会看到招聘网站和职位链接向你招手。 智能化筛选的好处是,软件替你完成了搜集信息、定义和抽离等几个阶段的工作。 你要做的只是轻触电子屏幕,选出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答案。 你不用动脑子,只需喝着咖啡瞪大眼睛,化身成一个接收器,坐在沙发上就可以了。 一位常年待在办公室的白领,辛辛苦苦终于攒够了首付,准备在生活的城市买他房子。 当他握着手机,在百度上搜索了第一条和楼盘相关的信息之后, 15天内,手机向他推送了几百条房产广告。 他终于找到了一条满意的信息。 他拨通了广告电话,联系上了一位房产经纪人,拿到了乡中的这个房子的资料。 同时,他还收到了其他楼盘的信息。 他花了24小时思考,对比这些楼盘的优劣,计算资金的缺口,顺便还打了几个电话借钱。 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,他去楼盘看了半个小时,签了购房合同。 六个月后,他突然发现,自己购买的这套房子并没有起初印象中的那么好,就像恋人过了新鲜期一样。 他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缺点,楼盘周边的配套没有完善,房子位置有点偏。 去购物中心的公交车地铁线路开通遥遥无期,这与当初房产公司的承诺大相径庭。 他感到有些后悔,也无计可施。 做消费类决策时,人们极易陷入潜思考模式。 表面上他们做出了一个经过慎重思考的决定,实际上却是在有目的的信息的引导下进行了一次思考表演。 做这类事情的时候,我喜欢放下手机,去实地考察,也许会每隔两天就去一趟,直到发现最有利或最不利的信息为止。 有时人们也会对自己的眼睛充满怀疑,因为信息总是动态变化的,你得争取时间等待那个变化,才能看清你所选择的目标是否就是自己想要的。 顶级思考高手因为有方向,所以从不迷茫。 方向是最值钱的信息,也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。 不管公读物理学学位还是工商管理学学位,钱是用来做生意还是买股票,本质上都是一种方向问题。 人们筛选各种条件就是为了找到方向。 顶级思考高手比一般人强大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思考技术,而是他选择方向的能力。 有的人虽然精于计算和筛选,但方向错了只会错得越来越离谱。 比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他们总是善于掂量利弊得失,总是把一个道德问题思考成利弊问题,把一个是非问题思考成立场问题。 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搜集资料,费点脑力,也能看穿利己主义者玩弄逻辑的诡辩把戏,以及他们表现得很像思考高手的样子。 本书并不提倡这种方式,因为思考是为了让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好,而不是自我粉饰。 与利己主义者相反,有素养、有知识、有功力的人,你能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什么呢? 不是经过雕琢的低调,而是坚定的方向。 当你能找对方向时,思考的技术就不再重要。 此时的你如同乘上了一艘顺风船。 而一旦你的方向错了,再高明的思考技术也没什么用。 筛选和决定目标之前,要先把心静下来,从容地选择、思考、行动。 不要总是依附于别人的想法,也许它能帮你走得快一些,但不一定是你的路。 只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路,你才能摆脱迷茫。 筛选想要的,称良所值的。 有一个女孩快毕业了,她是那种典型的为了工作而工作的应届毕业生。 每座城市里都能见到许多这样的年轻人。 到了大四,同学们都在寻找工作。 她感觉自己也该找份工作了,便开始投简历。 她不知道要做什么,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 却想着找一个很好的工作,最好能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, 走到哪儿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白领。 好,我们暂且假定她的希望得到了满足。 但她仍然迷茫。 筛选机制是零。 当她坐进办公室时,感觉不到想象中的快乐。 因为她是备就业的, 而不是从心里想要打成一个目标去选择职业, 只是机械地去选择一份工作, 没有大目标。 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份薪水而已。 薪水这个目标可带不来真正长久的快乐。 有人在工地搬砖的薪水一天都有好几百块钱, 比她现在的薪水还要高。 但她肯定不乐意去做。 所以,薪水不是快乐的决定因素。 筛选自己想要而不是需要的东西是深度思考的必需课。 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刚到企业工作时会陷入一种状态, 什么都不愿意做, 什么也不会做。 教她,她不学, 自己也不上心, 只能完成一些最基本的工作。 不需要高学历就能完成的最简单的事情, 甚至都不需要思考。 连培训手册也不用看就能做的工作。 她选择了一个自己需要的目标, 为了不至于被人嘲笑浪费时间。 她在朋友圈不停地抱怨, 哎呀, 我今天好累了, 又要加班了。 有的年轻人以为自己用电脑录入了几组数据, 编写了几个文档, 就是为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 实现了某种价值。 实际上, 他们不过是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而已, 自己被自己轻易地感动了而已。 这种现象是潜思考模式导致的, 他们只是看到了工作的表面, 而没有思考深层次的工作内容。 这些自我感动的年轻人如今到处都是, 和随便写个项目方案, 就自以为是在创业的群体有高度的重合。 也许, 思考一个高深莫测的哲学命题的工作, 更适合他们,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地没有理性地思考了。 人们总是选错目标, 继而向着错误目标继续努力, 走向更大的错误。